弟兄姐妹 大家好 好 高興有這個機會在這裡 為耶穌基督做見證 我也記得 嘉賓弟兄講的天主 耶穌施主 再講一些不好意思 沒有 我只是想說 在耶穌被崩拜 然後冰死在十字架的時候 然後當祂死在十字架 然後祂的門徒四散 然後大家都非常緊張 那祂的門徒都做揚受散 然後都不是去向 就是有兩個人要往 一八五四的道路上 那這時候他們也不知道說 自己該怎麼辦 當他們要走著走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人靠近他們 那他就問他說 我們要往哪裡去 他說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只是要往前面去 於是他就問這個人說 你不知道昨天 因為路撒冷發生了一件大事嗎 於是那個人說 是什麼事呢 於是那個 那兩個人就說 就是我們期待的救主 我們耶穌基督 他被殺死了 於是 那他們就說 是這樣 也是那個人就跟他說 你難道不知道嗎 在所有聖經上 在旧約系列上 他指著耶穌基督 他說 在旅約系列上 要再破火 這些事情是 你們應該要知道的 於是他就連結他們的心 當中他所有 那個世界上 只要凡事 都已經知道 耶穌基督 所有的這些 來處理他的點來 這時候他會吸引好 要才明白 這好像也是說 我們讀聖經 我們讀了 的時候我們卻不知道 沒有那個亮光來照耀 這時候當他們明白時候 也是他們就 邀請耶穌就問 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一起住下来 接完后我们一起 于是他们就邀请他 那耶稣住下来之后 于是就跟他一起 他就设立了圣餐 然后跟我们一起过敏 然后那个就那个祷告 祷告完之后 当他们耶稣突然一见了 现在父教佛里 那里面还有很多的记载 那这时候他们才外相给他说 那个人不就是耶稣基督吗 那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不是心里火热吗 那在这个时候 耶稣基督死后的第三天 许多的父女他们就到那个 耶稣的坟墓里面 七日的清晨 礼拜的他死掉 然后第三天 礼拜七日的那天早晨 他们就到坟墓里面 想要去看耶稣的坟墓 我们刚刚一看的时候 那个坟墓已经被打开了 那许多父女都找不到 他们都非常敬仰 这时候有贴水显现 但他们就跟父母说 你们来这里找什么呢 他们说 我们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书 是有人打拿子了 他说那我们不知道吗 他已经复活了 当自己的马利亚 赶快闯过去跟他们门徒讲的时候 其实这时候彼得和约翰 他们都一起聚集在马可楼上 他们也是非常的担忧 而且很难过 所以在这件事情 不知道怎么办之后 其实耶稣基督已经 亲自又回到他们的房间 让他们跟他们显现 让他说愿你们平安 故怎样拆解了我 我也怎样拆解了你们 你们受圣灵吧 刚才教兵弟兄说 耶稣是怎么看待圣灵的 其实耶稣在死之前 他就把圣灵赐下给大家 所以他说 我们走的 你们不用担心 彼此下一个王会是来给你们 所以他刚刚死的时候 他就说 你们受圣灵吧 因此后来才有这种 故书界这个 他们每人被圣灵充满 然后熟悉方面 然后这些民伏底人 突然这个智慧大增 能够向好景观地去传教 其实在这个样子 这个时候 然后这时候 这时候那两个人 刚才讲那两个人 他们也跑回来了 然后领队那个使徒 约翰彼得说 我们看见耶稣了 于是他们也跟他说 对对对 刚才耶稣有的梦门行谢的 那这时候每人都非常惊讶 然后几个说 应该祖跟那是有花生生的 应该他说 耶稣是主 耶稣要托我 那这时候我已经有一个人 没有看见 就是那个多一小心的多巴 他说 那时候耶稣显现的时候 他说 我没有看见 当他的本部跟他说 他说 除非我亲自摸过他的手 然后我的手 看入他的痕 然后摸过他的肋 然后摸过他的肋膀 我才有个钉痕 我才想他真的是耶稣是主 过了几天之后 耶稣又来到我们当中 他又向我们信仙 因为他就直接走到多巴旁边 对他说 你摸过看我的手 是不是很隐恨 你摸过看我的手 是不是有刺伤 他说 那你有看见 就相信的人是有福的 因此多巴笑了一跳 他就说 你是神 你是主 那个多巴就是小心的多巴 那但是后来这些当中曾经被害 遗弃耶稣的人 多巴是彼得三次不认主 他们后来都问耶稣 到各地宣教 和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个彼得认为他自己 不配钉死在十字架 而且他是到地而死的 然后多巴后来到印度宣教 那他一直死在印度 那所有所有事都后来都被 回耶稣献上生命 我在这里要讲 其实就是我耶稣圣主 那接着这个 春带的教会 再讲到那个十六世纪 1505年 有一个伟大的圣人出生 那这个人他出生在西班牙 然后就是最伟大的圣 圣方祭少 当他出生的时候 九岁可能父亲就过世 那他故事的时候 十九岁他进了巴黎的 巴黎大学念哲学 在巴黎大学的时候 他认识了那个 就是依纳全罗亚拉 那罗亚拉大他十五岁 所以他们是同住在一起的 那这时候罗亚拉就对他说 我对人去看法 他说我觉得啊 人如果在我们全世界 最赔上自己的生命 那其实是一年用处都没有用的 那当他和他住了这当中 慢慢的这个 伊纳吉的思想 影响了这个圣方祭 所以他后来 到他那个 在罗亚拉大学 毕业的时候 他就有要和他一起去传教的 那个十五岁 那后来过了几年 这个罗亚拉 这个 伊纳吉的罗亚拉 和十二方祭 他们 他一起参拜耶稣会士 参拜耶稣会 大概在那个 十二方祭三十岁的时候 那参拜耶稣会士 他想要到耶路撒冷去 那时候的那个教宗 叫他们不要去 可是后来 教宗就任命罗亚拉 为第一任何艺术会的会士 然后任命的圣方祭 上位 所以我们去宣告 东方宣教第一个传教士 那这时候那个 罗亚拉他就来到这个 所以在那个 当时的那个 印度式的 葡萄牙的那个殖民地 于是他就来到了这个印度 他在那个 果厄那个地方 非常有趣的 他虽然是语言不通 可是一个代替人 在十五十六世纪书年 他一到那 他就立刻让印度人受洗 有一万多人 那他是用什么方式 其实他没有讲高研大厨 他只是说 他只教他们呼叹 耶稣圣散的名字 天父圣词圣神 然后叫他们去背诵 他从设名今天主经 那他把那些 翻译成他们的语言 然后就在他们背诵的时候 他们不知不觉 然后就接受了 那后来他就 将他们认罪悔改 然后赐给他们每一个人 一个新的名字 那就这样他的传教 就在那里交据 一万个人受洗 那他也在那里待了许久 那就这个样子 那后来他认识了一个人 那后来他又来到马六江 有马六江之后 这个圣方纪沙尾 他也很强烈传教习义 然后就想说 有人在马六江 有人说 那个海外有个岛 日本也可以到那里传教 其他对日本义无所持 尤其那时候都是 一个黄园流体的地方 但是那个圣方纪 他就带着一个一样的 耶稣会释 然后有两个日本人的介绍 然后就来到这个 这个 那个 九州的陆罗尔岛 那他非常有趣 他一到陆罗尔岛 他也就是 立刻就在那里传教 他就因着他的传教 越来越有 一千五百多人的手洗 那所以圣方纪沙尾 他是一个非常有传教的才能 那他也发现说 在日本传教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信仰 都爱义部人物 那是更复杂的 比那个 比那个义部更难很多 所以他学义部的语言 他学日本的语言 学他们的思想 学他们的文化 学他们的哲学 那现在他在这个 日本传教的时候 他又听到的人说 其实还有一个 比日本更大的合场 那是中国 真正要去的地方 应该是中国 因为日本是中国文化影响很深 而是这个稍微又激起声 对 我应该要去中国 不是在日本 可是他又来 他又坐船 然后到了那个 广东的外岛 他期望有一天 他能够踏上了中国的岛屿 可是 真的是天从人愿 当他来到那个 广东的外岛屿 上川岛的一个小岛上的时候 那时候本来有人要接济盘 他那个中国人说话 那个中国人以外帮助他 然后让他坐船 然后可以踏上中国的国土 可是那时候是东北季风 那个风太大 船无法航行 然后那个中国人又忽然反悔害怕 然后就恐怕 那他一个人在上川岛 然后又没有粮食 然后又冷又饿 然后其实那个天后 是他能够适合的 所以就在日文五二年的十二月三号 在圣葬季三五月 他就过世了 过世他才四十六岁 那四十六岁 就是这样短暂生命里面 他向灾外人传教 灾外人因为他而生息 而他死之前他说 耶稣基督大为之子 其定怜悯我 保恕我 接受我的灵魂 他就讲此去 那据说他的身体 大概将近有一年 然后都没有腐烂 那事实上 然后他的圣躲 到现在还有 然后据说那上川岛上 出现了那个虾蟹贝壳 他们贝壳上面 那个贝壳都有一个十字架 这也是在那个 历史上可以找到的 有的那个资料 那后来他们才把他的身体 运到一个印度去 那我要讲是 接着那个 圣方纪烧月之后 一五五六年 虽然那个圣方纪烧月 他没有机会 踏上中国的那个本土 所以在一五五六年 有一个更多一大美 他又出生了 那个就是毕马盾 那接着毕马盾的出生后 三十年之后 毕马盾很成功的 踏上了 因缘际位 他在那个时候 踏上了中国国陀佑 他有广东的少州 然后广东的这个 这个许多地方 开始一个传教 传教 当他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起先以为 他自己只是一个船 他告诉人家 他是从一度来的 然后他召唤成了和尚的样子 所以人家就把他当和尚开赖 他如此做事 为了接受 我也该要积极中和百姓 只是后来 当他来到乃基的时候 人家才告诉他说 其实和尚 是看得起的 是比较低下积极的 他才知道说 我可以开始穿那些和尚服装 于是这时候 他认识了一个 那个草里面 叫高级的大丸 那因此他就开始 他开始认识了一些 历史上很有名的徐汪旗 到了北京徐汪旗 印象道 那既由这些又让他认识更多上游基旗的人 那因此立马都在北京的那种程度 也是非常成功的 也让很多人都信仰失戏 那其实很不幸的 即使在这个样子 他还是会过度饶累 然后又有许多困难 所以他在57岁 他也落失了 那我讲这些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 都是我们的彩虹 就是立在一起的 他也是我们的弟子 他们都是非常美好的见证 他们为耶稣基督 献上他们的生命 那其实我们每个都在 这个信仰的道路上 那我今天要讲 其实我自己的迪行见证 那我想讲见证事 我记得去去年 古神户来当事的时候 那时候我跟他 和他帮我们祷告 然后那时候 他帮我祷告的时候 我觉得我身体很不舒服 我当时在想说 如果跟我身体好 我毕业这个时候 我一定要来做见证 我心里安安的想说 如果毕业那时候 我还安稳 很实在的话 那我一定要来 其实有没有那么严重 其实他们觉得说 孙女不好 我一定要来做见证 然后我非常感恩 那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我跟他讨论的是 我自己在教学上 那时候遇到很大的困难 因为我们会觉得 越来越越 我努力感 就是说 那我在教学的时候 即使今外在台上 他会非常耐力的讲 然后认真书籤 可是同学他们可能都逗笔 然后没有人听 然后一片喧哗神 那你会这个辛劳力萃 就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那当这样我可以感受 我深深地向主祈祷 然后请教他该怎么办 那为什么我也有跟 我的学徒讨论 然后为这些事情 后来感谢主 为这些事情 我后来一直 一直倒霉 那时候 主就让我想到的方式 什么方式 就是之后 我每次上课的时候 我就一上课 我就先把一张卡片给学生 就是那个电脑画卡 然后那个电脑卡片 然后我就 把今天要讲的那个重点 供应要整理 清洗在黑板上 然后再详细地解释 那我就会说 你要把我今天在黑板上的每一个字 全部抄写下来 就是你们要做重点整理 做一个重点整理 然后再做心得感想 那当我去年在高三这样实施的时候 那些同学对我说 老师这个方式很不错 但为什么年高的时候不实施呢 我在想 我刚才完全没洗到 我也如果不是因为你们太吵 我也不必使用这个方式 那今年很细 我刚好接到高一阶段 我就想 我就要这样来实施 所以从他们高一的第一天 接到这个班上开始上课 我就把卡片放下去 我每天都放 每天收拔 我就对他们说 我今天开始要讲课 我就开始拿起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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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 然后再一一的小心解释 然后他们已经会 一直超过去超过去洗一洗 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主 这样的生活 是超过我意念 我触摸来的 之后从开水到现在 他们已经养全种习惯 只要我一上课 他们一定都坐在那里 随时准备 就可能你开始讲 然后我一洗 聽得更清楚 然後每次他們拔了張卡片 那當堂洗完 當堂就說完 讓我立刻改 改了之後就立刻給他們了 那所以他們的反應 然後最好有趣是 可以看到他們的重點成立 而且我還看到他們的心得感想 那個心得感想 零零種種 那有的是超乎 有時候我覺得 我們自己講外語 他們也有提及去 其實他公演 而且他在那裡 給我們做一個很好的回饋 例如我叫欧揚熊 他說欧揚熊的文章 真的都這麼好嗎 那我很好奇 我叫凱玉 他說凱玉 每當的或是什麼 國人國人的身體 都是很悲慘 每個武道人 都要不在台可人生嗎 那你就可以跟他說 對大概多數是這個樣子 他當原本都疑問 然後突然 我覺得每當說 師生之間有這樣很好的連結 我隨時掌握他們的狀況 和思考 那然後他們也很習慣 這樣的傷痕方式 所以我只是要來改單說 我真的很謝謝神 他幫助了我 然後 對然後我說去年 我覺得身體不舒服 其實不是不是 這是我說我經常修胃門 那我不能做太久 但是我覺得感謝神 我現在也不是說 能夠好一點 只是我知道 如何與他共存 就好像保護說 我沒有一根刺在我身上 但是見了這個 因為 每次都覺得修胃了 我就必須要去散步走路 那以至於我現在 每天大概都要走一個半小時 那藉著這個一個半小時 感謝神 因為我覺得 突然發覺走路的好處 實在是說不定的 因為走路 當然也覺得 只要你開始 我們思外想後解什麼 你只要一去走路 你什麼都忘記了 然後當你在走的時候 你就冒熱汗 那這時候 你就需要 只是杯熱水 那你覺得 像你來的時候 你洗個澡 然後杯熱水 那這時候 我只想要看點說 我舒遁符合式的教 所以我覺得 真的很感恩上帝 其實神是我們 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祂是我的依靠 那我只要說 我的呼吸 我的生命 都在我的救助 我們一生是主 阿們 謝謝 見證 我們來一起講 今天先講這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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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